马斯克又出大招了 这次是特斯拉的人型机器人Optimus 他们计划在2025年交付首批人型机器人 在汽车市场增长趋缓的情况下 特斯拉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 而马斯克将AI与机器人作为公司的未来方向 以开拓新的增长空间 Optimus的到来也将成为特斯拉在这一领域迈出的关键一步 最近特斯拉公布了2023年的财报 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了公司的最新计划 预计在2025年交付首批Optimus 并对其前景表示乐观 认为人型机器人的潜力或将超过特斯拉汽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马斯克只是表示 特斯拉有较大可能在2025年实现Optimus人型机器人的交付 但并没有确切承诺交付时间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Optimus的交付可能不会那么快 正如马斯克自嘲道 考虑到特斯拉的交付历史 真正意义上 面向消费者量产还需要时间 也就是说 考虑到他以往乐观的交付表态 Optimus的真正交付时间还有不确定性 业内普遍认为 特斯拉目前仍需要克服Optimus的实用性问题 这被认为是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马斯克表示 从严格意义上讲 特斯拉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商 只不过我们的机器人是四轮的 Optimus是拥有手臂和双腿的人形机器人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之一 我们很有信心在明年出货一定数量的Optimus 但正如我所说 这是一款全新的产品 去年开始 特斯拉每隔几个月就会更新Optimus的最新进展 展示他在做一家 下蹲和灵巧手等运动方面的能力 马斯克曾在2022年特斯拉的AI日上表示 Optimus的预计售价将低于2万美元 去年12月 特斯拉展示了第二代人形机器人Optimus General 2的最新进展 这次更新让Optimus二代焕然一新 拥有更接近人类的双手动作和更轻盈的机身重量 这一次升级还包括颈部和手臂方面的定制驱动器和传感器的升级 让Optimus在执行各种任务时更加灵活和高效 其中行走速度提升了30% 部分原因是机身重量减轻了10公斤 这不仅提高了机器人的机动性 还增强了机器人在各种场景中的适应性 Optimus General 2还升级了全新的双手 这个手拥有11个自由度 动起来非常灵巧 所有手指都有触觉 可以处理精细的操作 比如灵巧地拿鸡蛋等物品 屏幕右侧实时显示了手指的压力 充分展示了特斯拉在人型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不久前 特斯拉还展示了Optimus叠衣服的技能 视频中 机器人站在一张桌子旁边 首先 他从篮子里拿出一件T恤 放在桌子上 然后叠好一边的袖子 接着 他轻巧地调整衣服位置 对齐另一半 最后 连续折叠T恤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30秒就叠好了一件T恤 正当大家纷纷感叹 机器人保姆即将来临时 马斯克则自证打假 表示Optimus目前还无法独立完成叠衣服操作 但未来肯定能在任何环境下 完全自主地实现这一功能 不可忽视的是 凭借特斯拉的明星光环 再加上强大的媒体曝光 Optimus早已成为人型机器人领域的网红 Optimus的瑜伽 泵迪 叠衣服等多种技能 更是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围观点赞 在汽车市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马斯克一直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曲线 而人工智能与人型机器人成为他关注的重点目标 在马斯克看来 人型机器人将是继电动车之后的 又一个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产品 未来人型机器人的需求可能超越电动汽车 一个家庭只需一台车 但可能需要多个机器人 然而 特斯拉在人型机器人应用方面 似乎还要落后于竞争对手 美国的另一家人型机器人公司 Fedir宣布与宝马合作 在宝马工厂部属Fedir01机器人 此外 Igility Robotics的Digent机器人已在亚马逊仓库接受测试 2024年开始 Fedir就宣布与汽车巨头宝马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 在南卡罗来奈州的宝马工厂 开始部署其Fedir01机器人 双方的合作目标是通过机器人 接管那些重复或有危险的工作 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在初期阶段 Fedir一机器人将在宝马工厂 处理与薄金属片相关的五项任务 随后 宝马和Fedir公司共同的目标是将这款 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型机器人 引入其他制造领域 以解决汽车制造过程中 困扰人类工人的其他重复性任务 早在去年 Igility Robotics宣布将在俄勒冈州塞勒姆市 开设世界上第一座人型机器人制造工厂 并计划每年生产1万台Digent机器人 去年10月 亚马逊在西雅图郊区的一个配送中心 引入了Digent人型机器人 用于协助员工完成仓库中的货物搬运工作 现在Digent已经在亚马逊仓库 负责回收那些标志性的黄色箱子 不过Digent并不只在亚马逊打工 美国GXO物流公司的仓库 也雇佣了Digent机器人 用来做一些重复性任务 比如把货物搬到传送带上 对此 马斯克解释称 特斯拉需要确保Optimist的安全性 这也是导致交付时间推迟的一个原因 他表示 任何控制都不可能将恶意软件 上传到人型机器人上 除了安全性 让Optimist在日常使用中更实用 也是特斯拉现在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特斯拉高层指出 要让Optimist的销量达到百万台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它的实用性 说到Optimist的实用性 你可能会好奇 它到底能干些什么 有哪些技能呢 咱们就来回顾一下它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能力表现吧 事实上 特斯拉已经给我们展示了Optimist的很多能力 早在2022年9月 特斯拉AI日上 首款人型机器人Optimist原型机亮相 就给我们展示了行走打招呼的一幕 还有视频演示了Optimist在办公室给绿植浇水 搬运箱子 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工作的情景 然后2023年5月 Optimist经历了第一次迭代 历时5个月的开发后 终于学会了流畅的行走和抓取物体的技能 它的手指关节变得灵活 可以轻松抓住电动工具 螺丝等 甚至还能在另一台机器人身上进行装配任务 Optimist的电机控制更加精准 环境感知和记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不仅能看路 还能记录 甚至还能模仿人类的动作 紧接着 2023年9月 Optimist经历了第二次迭代 Optimist拥有了自我校准手臂和腿部的能力 仅使用视觉和关节位置编码器 它就可以在空间中精准定位自己的肢体 同时通过神经网络实现端到端训练学习 可以使Optimist完全自主地将物体按颜色进行分类 而且手部抓取 与全身运动控制能力显著提升 还能单腿站立做瑜伽动作 后来 2023年12月 Optimist经历了第三次迭代 特斯拉正式发布了第二代人型机器人Optimist General R 相较上一代在软硬件上面都有大幅提升 总的来说 Optimist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正逐步快速进化 每一次升级都让它更接近实用性的目标 未来Optimist量产后 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